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孙少奇 最近又分的小伙伴给少奇推荐了一款黑科技的玩具 我们之前玩的玩具有在天上飞的 在水里游的 在陆地上跑的 但是会走钢丝的玩具 你有没有听说过 今天少奇要给大家开向一个会走钢丝的玩具 看看是什么样的 里面竟然还在发光 这个叫做不导翁主类车 高速运软平衡稳定 可设计沿线行驶 带他 一根线 不导翁机器 一个底座 一个帽子 彩蛋 发光球 证明书 我们一起看一下 第一步装上电池 然后把它放在能量架上 第二步就直接放在线子上 它会走了 玩完了之后再放在能量架上 消耗它的速度 然后结束 按照它的方法 先装入电池 电池放好了 打开开关 哇 它这里面在转 陀螺仪一样 放在它这个能量架上 放的好快 下面就一个轮子 开始往前走了 先试着它在平地上走 在平地上是转圈的 它还不掉 拉开一个绳子 让它们再走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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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稳一点 还真的能达到这个状态 这个必须要等它 它转得很快的时候 才能放上来 要不然它的理性力 保持不了它的平衡 走的勾胶 还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把这个绳子要拉得很稳 不稳的话 它就这样晃了 晃起来就像万力图一样 它的作用力非常大 这样给它出一条线 玩一个新玩法 让它在我的胳膊上走 打掌握一定的技巧可以实现 它要胳膊机器人 专业操作请勿劳法 老板介绍它还能在杯子上煮 我们来试一下 哦 可以啊 要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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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平安就要倒 但是还是一直不倒 要倒 啊 稳如老狗啊 要不行要倒了 鞋成被打破了 这么一个特技机器人 花了44块9毛钱 大家认为值不值呢 认为值得评论1 认为不值得评论2 顺便帮少奇的视频顶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